国民党立委蔡正元在立法院质询时 因黄国昌副研究员批评华中媒体并购案 扬言删除中研院法律所预算 这在在显示台湾正面临大危机 政客与财团结合 透过立法滥权行政监控 甚至是司法钳制 打压公共言论空间 制造寒蚕效应 使民主台湾变成晋升的国度 如果我们学者的意见跟执政者不一样 那我们就用立法院的预算来钳制 或者用情治机关来威胁 这难道是要逼学者走回象牙塔 甚至于成为商业利益的传声筒 我们呼吁所有关心学术自由 跟言论自由的学者 还有民众大家站出来 诉求一 马英九总统应该在520就职之前 明白反对财团透过政治力 还有司法手段来干预 学术自主 或者是打压言论自由 第二 我们的行政院长陈冲 院长应该彻底调查 这个调查局是否滥用职权 并宣示行政部门不得侵害学术自由 跟言论自由 最近这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的学者在公共场合发言 那不只刚刚谈到的黄国昌 或是詹长权 还有包括庄敏杰老师 那都会面临到 不管是用诉讼的 或是用所谓的恐吓的 或者是我们看到用预算的 这种所谓的删除的方式来去晋升 如果按照蔡委员的逻辑的话 我觉得所有的国立大学老师 讲话都要小心 包括支持望重案的学者 也有国立大学的教授 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教授 当他对社会发言的时候 他们国立大学的预算 都要照到删除呢 他们的国立大学的校长 都要叫到立法院去被羞辱了 可是我们看到中研院院长 几乎在这件事情 基于做一个撇清的这样一个举动 只是说这是黄国昌本身的个人言论 可是我们希望看到中研院院长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也应该去面对这种 由国家或是由政党所来的 这种所得暴力的恐吓 或是暴力的威胁 我们有跟他私下沟通 是相信他也是认同我们的看法 但是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有一些 更公开的说明 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如下的 就是说中研研究院 我们的同仁都认为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机构 它立属于总统府的时候 事实上过去是有总统幕僚的机构的那种意味 但是我们也不是那么自我认定的 我们认定自己是台湾全体民众的 有关各种 不管是在科学或者是社会政策上的一种幕僚单位 也就是说我们所谈论的 一定都会涉及到公共政策 里头的不同的立场跟利益 如果说因此中央研究院必须要受到 受到这个三检预算这样子的威胁或者是命运的话 那可能是我们这个机构 或许是必须要承受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会对 我们不可能退回象牙塔里面 我们会对台湾的各种 不管是化学的政策 或者是生科的政策 或者是医疗政策 或者是社会不平等 零部差距政策提出各种的看法 这些看法必然会有一部分跟当今的财团 或者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中 或者是开发商 土地开发商会有所冲突 拿纳税人薪水我们该做的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认为这是中央研究院使命的一部分 必然会跟财团 或者是会跟 至少是一部分的这些利益团体 产生一个利益上的冲突 也可能会继续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台湾的民主不是理所当然的 台湾的民主非常脆弱 尤其体制不完备 当民主体制失灵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民选总统不受民意节制开始滥权 当民意代表也开始滥权 当民怨沸腾的时候 各位你能怎么办 一切国民能怎么办 还是只能靠公平社会发声 所以维护台湾民主只靠几年一次的定期改选是不够的 学者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只是一群有格制专业知识的公民而已 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发言 也只不过就是运用他们这些专业 来尽它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而已 可是他们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 如果没有这些有专业知识和公民意识的学者 来结合许多公民社会的工作者 和关心公共事务的一般民众来发言 台湾的政治早就是沦为 政客财团外国势力瓜分的丛林 那么台湾呢过去都曾经梦想过 我们可以用民主来影响中国 那现在证明正好相反 我们现在正好被中国的这种铁血同盟 把我们的人群水准不断的拉低 台湾现在呢权力已经够腐败 那么金钱游戏也够往上了 唯一还没有完全沦陷的就是学术界知识界 台湾没有的民主还有什么 你要拿经济去跟人家说嘴吗 你不同意一些学者的见解 你可以讨论可以辩论 可是不能找国会议员在国会恐吓威胁 要删除预算来封口 难道我们现在也出现了台湾的麦卡锡主义了吗 更糟糕的是当时的麦卡锡参议员 他的迫害行动 好歹还基于一个冷战时期的反共的意识形态 好歹还有一点原则 有点价值的基础 现在台湾这种似乎正在出现了小小的麦卡锡 更糟糕 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商业利益代言的机会主义者 很难不让人家担心的是说 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某一种政商结合以下所产生的一种麦卡锡主义 的一个萌芽 我们非常的担心 那现在如果大家在这个阶段不发言制止 他们这种作为会更大胆更放肆 有一天我们会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了 最大的媒体问题是财团垄断所造成的这一种所谓的独裁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台湾的媒体经营者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媒体经营者 他包括大型的企业以及跨国的金控公司都急于要来掌握台湾的媒体 而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 这些企业他不是只有经营媒体 他还经营其他的相关事业 如果一旦这些相关的事业出了任何疲漏 他旗下的媒体会去批评他嘛 这就是一个新的独裁时代的来临 那这个独裁时代是有一种政治跟商业以及媒体联合垄断 联合结合的这一种结果 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高度关切的一件事 台湾的知识界以及台湾的这个社 这个所谓公民社会呢 没有那么容易崩溃 只要我们守住这一点的话 那么这些所谓金钱融系 这个金权呢 他就不可能那么肮脏 权力呢 也没有办法像中国那么腐败